《电影狂业》主持 陈子芬 《狂舞派》的一部绝对是百分之百香港本土电影 过往西片都有不少跳舞电影 经典作包括《劲舞》 《麦加连》有《舞出真情》系列 但属于香港本土的跳舞电影 印象中并不太多 《狂舞派》的导演王修平经过四年的筹备 虽然电影里没有大家熟悉的明星 顶龙就有《狂舞派》的王冠宗 但导演王修平在五百名舞者之中 在面试中挑选了演员 中了一班很新的新人 其中新人顏卓玲在今次的演出 最值得受到注目 今次顏卓玲飾演的阿花 经常要打理父母的豆腐生意 追求自己的跳舞梦想 进入了大学后 参加了教队Bumba 面对着令人文风丧胆的舞弹乐霸 Rulf Toppus 重视阿花的跳舞被取笑 跳得像一只鞋一樣 但依然无损阿花对跳舞的热成 但可惜遇上了意外 会导致严重的脚伤 像一只铁轨 但阿花依然不怕艰辛 连同Bumba 和Rulf Toppus一决高下 顏卓玲的演绎 令角色充满神彩 顏卓玲过往也有参演过 例如大片浮成、大追捕 现在香港的影坛 严重缺乏可以独当一面的女明星 且看颜卓玲 《狂舞派》之后 星徒会否从此一片光明 说回《狂舞派》这部电影 《狂舞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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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范穎尔饰演的情敌Rebecca 加入娱乐圈 还有蔡汉益饰演的奇迷怪 阿良 对泰极的热爱 似乎对剧情贡献不大 令到剧情有点拖慢 否则 《狂舞派》会变成一部 更加紧臭 令大家更加看得到个人的电影 但无论如何 在强劲的配乐 还有排舞指导 再加上王修平灵活的镜头运用之下 《狂舞派》成为一部 活力四射充满正能量的 互动感电影 相信也是一部 令到年轻观众 最爱的香港本土电影 《狂舞派》 主持及赞稿 陈子斌